台中这一家三口省钱省油的骑车方式 却是妈妈载着儿子骑着摩托车 仅仅靠着一条棉坐成的铜军绳 绑在后面的脚踏车 而这上坐的也是儿子 从大甲往大安方向骑了三公里远 那么地上限速是60公里 但机车超速骑到了70 又一路拖行的脚踏车好几次 脚踏车因为速度太快了 车身摇晃龙头不稳快要摔车 那么惊险的一幕更是把路人给看傻了 男子坐在脚踏车上脚没踩踏板 却呢继续往前冲 动力就来自前方这辆机车 但看看两辆车之间 仅仅靠一条细到不能细棉坐的统军绳 过程中随时可能拉扯断裂 前面机车一样危险 后方乘客没戴安全帽 还对着镜头笔叶 这辆机车拖脚踏车 一路从大甲往大安方向往前冲 将近三公里的距离危险行径让人傻眼 一路风大不说 加上最快飙上70公里的摩托车 拖着脚踏车车身摇晃龙头不稳 让原本以为好玩的男子坐在脚踏车上 下出一脸惨白 为了省力前方双载母子机车竟然突发奇想用同军绳绑在后座 另一头戏在脚踏车上拖行儿子三公里 明明地上限速是60公里 这家人自拍机车标数70公里 超速又拿生命开玩笑 哇 怎么这样啊 太夸张了吧 很危险耶 三人自po影片上网 还住民因为不想三贴 才想到以机车拖脚踏车省力省油钱 但万一行进过程中 同军绳突然断裂 或是机车来个急转弯 后面坐在脚踏车上男子 可是会被狠狠摔飞出去 这一切王一超周宇德台中采访报道 这一切王一超周宇德鲁